英語系也有壁志 這是英語系第一次辦畢業製作 包括戲劇公演 畢業週攤位 畢業雜誌和小碧點 而公演Exchange將在下週四五登場 然後我們的劇其實是關於兩個畢業生 然後它是一男一女 然後兩個人的個性非常不一樣 然後呢這兩個人就在畢業的前四天 他們就開始經歷一連串的事情 因為畢業的前陣子都會發生各式各樣的事情 讓你去思考你未來要做些什麼 英語系除了職業戲劇演出 也有話劇比賽 表演藝術課程演出 因此戲劇經驗豐富 這次畢業公演更是盛大 不一樣的地方是在說 之前是比較小型的 然後基本上他們每一支 我們的話劇比賽的費用 大概就是幾千塊 一兩千 可是這一支劇 我們花了大概將近八九萬 加十萬的費用 然後就是經費都要自己抽 而畢業季的活動週販賣餅乾 明信片易賣 還有以書換書 豐富的活動千萬不要錯過 校園記者廖丸雅揚運燕採訪報導 之下 昂 над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